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国会今天终于三读通过烟草法案 卫生部敢在昨天 本季国会下议院最后第二天的会议 提成了2023年保障公共卫生管制吸烟产品法案 当中删除了禁烟世代条文 这项条文主要是禁止2007年之后出生的人 可以合法的购买烟草产品 对于政府多次表明 禁烟世代条文已经抵触联邦宪法 公正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就提醒卫生部长查理哈 卫生部不应该单凭总检察长的建议 就撤回禁烟世代政策 这项政策是否违宪 应该交由法庭来裁定 哈山卡林就说 总检察长虽然是政府的法律顾问 但却不具有立法的职能 那反之法律是由国会议员来制定 他认为禁烟世代应该在国会辩论 而另外一名公正党西加墨国会议员 尤尼斯华兰也感叹说 放弃禁烟世代就等同于通过允许吸烟 合法的谋杀我们的下一代 另外呢 身为国会卫生特别禁选委员会成员的 一党刮拉冷月国会议员阿姆尤尔斯 他在抨击说 从6月开始 有关禁选委员会就已经针对这项法案 召开了11次的会议 但都没有发现到任何足以导致 禁烟世代违宪的严重问题 来到今天 扎里哈在国会进行总结辩论时 再次强调 他理解所有针对删除禁烟世代条文的意见和关切 但他强调 这是一项集体决定 是政府参考总检察长观点之后的共同责任 禁烟世代条文在法律上存有不平等或歧视问题 无论如何 烟草管制法案 今天还是在一片争议声中 三度通过成功闯关 而在新法案中 政府将会全面管制电子烟 为2023保障公共卫生管制吸烟产品法案 进行二读总结师表示 针对这项法案 卫生部已经多次询问总检察长的意见 而总检察长认为 如果执意要执行禁烟世代法案 未来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dalam peruntukan-peruntukan GEG dengan memberi layanan yang berbeza terhadap seorang yang lahir sebelum 1 Januari 2007 berbanding dengan layanan terhadap orang yang lahir selepas 1 Januari 2007 oleh itu pihak Jabatan Peguam Negara mempunyai pandangan bahawa peruntukan ini boleh dicabar di mahkamah kerana bercanggah dengan perkara 8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虽然删除了禁烟世代 但是扎利哈表示 卫生部会继续探讨 是否有必要恢复禁烟世代条文 如果有必要 政府将会重提禁烟世代课题 他重申 现在当务之急 是确保我国拥有独立且全面的法令 以监管电子烟 烟草产品 香烟成分 或替代烟草等产品 以解决电子烟 或电子烟的使用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